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秦明等人加入梁山后 梁山头领达到21人 而宋万的坐次则又降到第19位 梁山排坐次时 宋万排第82位 是108将中倒数二十几个 而108将中 他在有十多人不是战将 是打酱油的 换句话说 战将中 宋万基本是排行最后了 关键的是 宋万从此也没有什么战绩 杜谦好歹还被委任守山寨 在山前设置三关 由杜谦总行守党 但有一英伪差 不许调遣 早晚不得善理 忽言拙征讨梁山时 杜谦与刘棠一同申请百胜江寒涛 而宋万基本没有备用过 连打酱油都算不上 闹无为军事 其他人都去拼命 宋万与朱贵被留在穆家庄 负责探听江州城中的消息 朱贵是开酒店的 不是战将 自然不能被用 宋万作为战将 却和一个开酒店的一样对待 可见能力有多么差了 有意思的是 征讨方那时 宋万随军攻打卷州 乱军中被建设死 马踏身亡 宋万是梁山战死的第一位江左 后追风一劫囊 第一个挂调 可见宋万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垃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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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讯者 杨茜茜 ically